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大家好 我是若鱼 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药文焦点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美最高法院维持凶手死刑判决 发生在2013年 波士顿的马拉松爆炸案 造成三人死亡 260多人受伤 美国最高法院4号 以6票对3票表决 结果通过维持凶手 扎纳耶夫死刑 大法官在裁决意见书中写道 扎纳耶夫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扎纳耶夫2015年被定罪之后 一直被关在科罗拉多州 佛罗伦斯联邦监狱 伙州通过禁止怀孕15周后堕胎 法案将提交州长签署 经过两天超过6个小时的 讨论和辩论后 参议院以24票对15票 通过了怀孕15周堕胎禁令 现已交给州长 罗恩·德桑蒂斯签署 禁令中如果医生违法 将犯下三级重罪 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 和5000美元的罚款 这项禁令将目前合法堕胎的时间 缩短了两个多月 美国二月份新增67.8万个工作 显示经济稳定 劳工部周五的报告显示 随着经济从疫情期间衰退中反弹 失业率从4%降至3.8% 延续了失业率的大幅下降趋势 美国雇主在二月份增加了67万8千个工作 这凸显了经济稳健增长 此外在过去的一年 薪资也增长了5.1% 这表明业主感到有必要提高工资 以吸引和留住员工 家中必先养宠物热潮后 如今南家面临宠物食品短缺 宠物商店Petsmart表示 南加州许多宠物店都面临着 贯装宠物食品的短缺 货架上空空如也 原因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期间 许多民众被迫待在家中避疫 因此掀起一阵养宠物的热潮 带动宠物食品需求量暴增 因此出现宠物食品短缺的现象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end-